欢迎回到新现场 CDC终于放宽了海外购买快筛试剂的标准 每个人限购100剂 但是后果自行要负责 而另外来看国民党持续的紧追浮诱达 他们认为CDC有图力之嫌 而为此呢 卫部部长陈时中 他也出来做回应了 他表示这一切呢 都是按照国家的流程来走 如果有图力之说 请提出证据 包括是不用费用 那我们对于数量的规定 就是每个人限一次的申请 总量不超过100剂 那时间就是到今年的6月30日为止 所以不需要到食药署这边来专案申请 CDC终于放宽标准 让国人可以从国外购入快筛试剂 不需要经过食药署 海关可以直接放行通关 产品内容不限定为EUA产品 并不可以拿出来贩售 重点是后续使用的结果 民众要自行负责 而且不能作为配合防疫政策的判断依据 而就在宣布了放宽快筛试剂的当天上午 国民党仍然持续针对福佑达 以及申请被驳回的其他快筛品牌 对CDC提出了质疑 其他的快筛试剂在这40几个申请案里面 坦白讲也有同样的商品 也有同样的商品来申请 但是因为资料不齐全就被结案了 徐宏廷质疑40家脱移快筛试剂 没有办法通过审核 却唯独韩国制造的福佑达能够火速通过 有图力之疑虑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也在当天下午防疫记者会中 对外驳斥绝无此事 厂商来申请药物也好 疫苗也好 或者到快筛也好 都有很多种 那有些被接受 有些被驳回 有些要求补件 那这都照着一个程序在进行 国家有国家的一个方式 有一个审查的方式 所以我要再强调 就是没有图力的问题 那讲到有这样的图力 那也要拿出证据 三世忠驳回国民党质疑 表示完全是按照国家程序 何来图力之说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徐宏廷手上 是拿着食药署的资料显示 其他没有通过食药署驳回的 都被以资料不齐全结案 打了回票 而在记者会现场开箱 让媒体拍照 并且公布在马来西亚的 药妆店的购买价格 马来西亚的区城市 它要卖多少钱 15块马币 马币现在的汇率率是6.76 所以15块乘以6.76 就是福佑达这个拖曳 韩国的GMA的拖曳快筛 在市场上公开贩售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100块 随着目前台湾确诊人数暴增 快筛剂的使用量 严重的攻低于求 不仅在野党公开呼吁 执政党县市首长 包括郑文燦 还有基隆市长林又昌 也透过脸书 呼吁指挥中心 应该快一点多一点 避免民怨四起而乱了脚步 我目前完全靠中央佩服 所以不会 应该不会剩余 现在都是短缺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中央佩服 也能够快一点多一点 人间卫视张玉成正中 台北三邦报导